那个右手边的坟墓跟金字塔一样的时代 四千六百多年 好 第二座金字塔也出现了 就是哈佛拉法老王的金字塔 哈佛拉就是古夫法老王的儿子 古夫法老王的儿子 叫做哈佛拉 我们也给他取了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戴帽子的金字塔 那请各位就看上面那个部分 那个顶部就很像帽子一样 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哈佛拉金字塔戴帽子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有多高啊 有132米高 132米高 埃及这边第二大金字塔 金字塔 那个埃及话这么说叫做哈喇 哈喇 哈喇 这个名字在阿拉伯文上 意思就是三角形的意思呢 那么那个英文叫做 那么那个 人文你们要 第三个名字 关系 让我们 要